好,我今天在外面可能声音比较吵,而且今天本来没打算发着这个daddy lesson的临时决定发的 因为我晚上一半不录课,但我觉得今天精神还不错 然后回归工作第一天,整个闭关都结束了,录完了我们所有的课 新的课真的很好,很开心 我们今天讲雅思复习怎么样去突破瓶颈,第一步work 今天是kiss out study lesson的307课,今天是2018年的10月28号 挺晚的了,别看这个课,没人早上再看 好,今天课程会跟你分享deepwork怎么样帮我改变我自己大脑的结构 然后写作速度,我原本写作,你们知道30分钟影片task2,我现在提高到15分钟了 我三个星期写完60个范文,录完了150节新课 然后我现在看新的词组,比如说我读一篇文章的时候 我看到一些新的词组,我可以naturally的去pick up 而且就很奇怪,就不需要背了 特别神奇的一件事,今天就是跟你分享这比较神奇的事 然后也会帮助你去说,deepwork怎么样可以去帮助你提高你的学习速度 我觉得至少三倍,一周写完5000字的发言论文,这是肯定有可能的 好,怎么样帮助任何人,大概三倍的去掌握任何技能 你们知道我最近,今天早上发现一个特神奇的事,我瘦了吗 我,不是,我瘦了这件事,其实并不很新奇,对吧 你们都知道,最近在cutting 但是就是三倍任何技能这件事,我跟你们讲 我原本本来,不是聊点别的,我原本本来不是44公斤吗 buck了之后,然后我瘦到了41公斤,我就不再瘦了,我就一直在做有氧 然后我觉得我有氧多了之后的话,我就可以,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嘛 然后实际上我diet有问题,我没有这个意识,我最后到了40.5多一点点 我就怎么也受不下来了 然后我突然间一想,what if I did something different 对啊,我就会这样想,我就会想说,what if I'm doing something the opposite 然后呢,我就,我就问我自己,原谅我自己每天需要多少calories,我都不知道 这三倍提高任何技能的速度,就是聊这个,就是 当你去intensive练一件事的时候,我就花了四天的时间去练了练怎么吃饭的这件事 我训练有氧都停了,我就每天走15分钟,然后我就练了练怎么吃饭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体重40公斤 吓死我了,你们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吗,走到路上都觉得轻了 但是这是真的,就是,真的是真的,我有照片给你们看啊 这课里面不讲照片,我尽量,我都尽量少说我健身的事情,你们知道吧 因为,不是特好,咱们是,不是周末吗,临时说一下啊 那个,测验的小问题,看完这节课之后,原本想早上给你们发的 那你就说明天吧,你有四个小时的复义时间,你打算去做什么 我们只讲一些快速训练的principle是什么呀 好,故事是这样的,我在 10月1号的时候,我需要去更新这个新的课了,对吧 好,100个范文,我他妈怎么写啊,那个时候课都卖出去了 一个月时间,我还跟学生说,没星期的更新七节课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不行了,我这次不能像以前一样,特别傻逼的工作了 我想出一个比较可以快速解决我学习效率的方法 归根到底就是我写范文太慢嘛,对吧 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我的学习效率比较低,我们大部分人的工作效率比较低 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问了自己这么一个问题 我今年都在去提高how to ask a better question 然后就有,到底什么决定了效率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这个问题啊,然后呢 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没文化的孩子,对吧 我也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孩子 我学过master of teaching master of teaching课里面老师说 我们学习东西的时候是有一个cognitive skill,对吧 实际上你的brain in charge of it,对吗 你的brain就会实际上是我们process information的速度决定了我们去acquare一个new knowledge的一个速度 然后就问我自己,then what determine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peed 到底什么东西,脑子里面什么东西去决定了我们处理信息的速度 然后就会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neuroplasticity 好,简单来讲啊,看啊,左边这个就是gogo,对吧 我们的脑子里面都很多很多gogo啊,我也不是,挺好啊,我可不是这个专业的啊 我只给你们解释一下,基本的原理,我说错了,你们不要怪我啊,你们很多都是专业的,你知道吗 基本原理就是这里边很多gogo,然后我们每次好像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的时候 就会有东西去走过这个gogo,你把它当作是一条河就可以了啊 然后你这个gogo呢,这个东西走的越多,你的gogo就越深 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habit,变成一个habit之后的话 你这个skill自然而然就会学会了,看啊,他说 habits are well-traveled pathways, our brain finds these things easy to do 能明白了吗,为什么有些时候很多学生学习速率低,学习速度比另外的学生学习速度要高啊 就是因为他从小学习的habit比较好,他是一个good learner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同样的课程,有些人可以十四天过 有些人就是四个月过,为什么 从小学习,他的gogo已经很深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有些学生说,老师那我没勾怎么办,我每次考试都挂 然后,挺好,这个gogo是可以寸的,懂了吧 然后呢,我就问了我自己一个问题,怎么样可以让这个gogo更深一点 更深一点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你自然就流过去,流得快一点嘛 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首先你要知道这个gogo是怎么样走的 对吧,当我们有一个新的想法,新的技能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新的gogo,比如说好,我现在要去写作文了 我需要一个技能就是七组,我需要一些七组 你如果背着15组ABC的时候,是不是每一组ABC都要走一个新的go 好,简介就是reputation和practice, strengthen these pathways 这个特别特别重要,阿诺说一句什么话呢,我是bodybuilding的 阿诺史瓦辛格说,it's all about rap 所有东西都是raps,你必须要相信这一点 也就是说,当我们重复一件东西,重复的次数越多的时候 你的gogo就会越深,当你的gogo越深的时候 你就有了一个新的habits,但是我现在说的就是 你的cognitive habits,就是你学东西所谓的就是 我老跟你们说越聪慧了,就是你就会变得越聪慧 但是挺好的啊,当你不练了 你这gogo妈的又浅了,很神奇吧 所以你知道怎么样,我们叫做revalue your brain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一种全新的复习方法,懂了吧,就是我测试过的 我不是每次都跟你们说的吗,我就是小白叔,我先来一把,你们再去实验一下 好,我们再说啊,所以我们知道重点就是repeated and direct attention 这两个缺一不可,懂了吧,好,让我们来看 一些,我是一个nerd,你们知道吧,就是science是怎么说的 好,就是有一个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一起做了一个实验 你的脑子真的会改变的 在accelerate learning 一个program 里面八周之后的话,科学家做一个实验 看到了吗,八周之后,脑子里面的某个部位真的就有更多的勾勾了 太神奇了,对不对 好,所以你就会看,还有一些research 你们不感兴趣就别看了 但大概写的意思就是他有一个叫做neural effects of repetition that directly correlate with behavior priming 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简单解释的吧,这个research 的意思就是他做了一个case study 之类的,就是当我们去重复一个东西越多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叫做behavior priming 的东西 你看这个result就是behaviorally reputation resulted in robust priming 也就是说你重复的越多你就越聪慧,基本这个意思 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在word generation 的时候 是我们需要的吧,我们不是去造一些词吗,或者说记一些词组吗 跟linguistic 相关的,这个reputation真的会很重要 会影响你脑子里面的某个区域,还有这个 mirror reading,mirror reading的时候 reading的时候也会how reputation determines acquisition 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如果你们想找research 你们可以找一些比如说language acquisition reputation会影响language acquisition的 怎么样通过这个reputation去影响你的脑子 然后具体的原理,比如说这个research 就是说at least one item repetition within a limited time window of a session may trigger the proposed system 也就是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比如说你重复一个东西 我重复了十遍就比对吧,你重复了两遍要多,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few item repetitions within a session lead this proposed system to optimal performance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去增加几个,重复四个五个,就都ok,没有问题 但是,挺好,more than a critical amount of repetition is superfluous 所以就是说,但是你重复了太多了也不行 如果你重复太多的时候你就变成傻病了,你又傻了 所以你要掌握这个量能并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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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automatic就可以了 然后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就是你不要重复到自己,特别无聊 你觉得就是你会找到一个sweet spot 就是我大概其实重复这么多次,我就理解了 你要知道什么叫理解了,比如说我们说15座ABC此组 你们都在免费课程里面可以背的,对吗 什么叫做理解了,那你就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对吧 好,我重复了四天之后的话 可以达到一组ABC可以一分钟之内recall出来了,搞定了 但是我每天还要去review 那每天不就15分钟去review一下吗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就你不需要再去每天重复好理十遍了 下面一个,因为今天是周日,你们要理解 周日的课都是很随意的,经常有骂人的环节 平时的课我不会骂人的,我很照顾你们的 in practice 好,in practice我是这样做的 十天之前我跟我自己说,我就要试验一下这个了 我必须要突破了,我就会说work hard 8 hours a day block 12点钟的时候,我准时就到了我那个meeting room 我就干一件事,写文章,特别特别简单 我每天就写一篇文章 但我写完我就会问我自己,我为什么写那么慢 我怎么样可以写的更快 我每天都有一个reflect 然后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变得更有意思 因为neuroplasticity,这个pathway去改变的时候还有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当你的mood在那边的时候,你的心情很好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有意思 好,懂了吧,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 我document每一天,不是每天微信都给你们分享吗 你们也可以把,你学习不要很枯燥吗 就我那天去写了这几个范文 我把它变成一个一个,这样小框框 写一个就是一个范文 然后我每写完都会有一个休息 看了吧,challenge我自己 比如第一次写完一个,我就可以vorrow我那个 我有一个ball,是可以帮助我去身体massage的 然后比如说写完三个,我就可以吃顿饭 喂一下我自己 然后再多写三个,但是你会看我也特别好玩 就是我每一次为了得到一个奖励 我都会多让我自己多做一件事情 但是我不会说我第一次一个之后 我第二次一定要做四个才有奖励 但我第二次做两个,你不知道特别好玩 你们一定要玩一下 学习不要很枯燥 这个时候就学了,然后这是我第一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我都会画画什么的 觉得特别特别好玩 然后反正就都挺有意思的 然后但是我也不是完全学习 不是跟你们说每天关在meeting room里面八个小时 但是呢,我有休闲娱乐 就我们中间的时候出来 我教练的那个健身课 我帮他去filming 然后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 你就会觉得 可以让你的脑子稍微放松一点 然后我写完之后的这个第二天 我都会studying我老师给我的反馈 你必须要有一个instant的反馈 我这个反馈 像我们的VIP的学生 有我们给你的作文反馈 对吧 我这个反馈就是 我有一个写作老师 秘密的写作老师 然后他就会给我改 改完之后的话 我去学习他的每一个 然后我会问他特别特别具体的问题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特具体的问题 但是借此我都不会问他 但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一些 比如说有的时候他说 你这地方用动作NG 就比你用and更好 两个都可以 但是我都会问他 为什么用这个会更好一点点 然后这样你会觉得会有一个互动 结果就是 然后我每次看完他改的 我就会想 How can I improve tomorrow 然后慢慢慢慢我就找到写作文的flow了 他第一天就给我讲 他说你记得 idea之间要有connection paragraph之间要有connection 写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idea之间要有connection paragraph之间有connection 并不是语法层面的 是idea层面的 平时我可能注意的就不是特别多 结果就是有10天之内吧 我写作时间从30分钟 提高到了10到15分钟 我可以说我现在基本上 朋友圈不是给你们写完一个文章 10到15分钟都可以写完 然后怎么样 所以今天就是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个 就是intensive的去练一个技能 现在最主要就是怎么样 我们把这个principle 应用在雅思的学习当中 持续三天只练习一个技能 这个特别重要 你们都知道雅思的学习 我们下面有一个文章给你了 我们有三个结构 九个句子 三个整体的那个outline 九个句子结构 两个逻辑图 五十五个abc就是需要的四个技能 对不对 我告诉你怎么练啊 集中性的两天 把这三个结构都弄明白 背好 直到背到说好 我任何一个题的时候 都可以反映过来 一分钟定结构 一分钟整个的开头结尾 中间段的套路 我都会了 所谓的会了就是topic sentence 你都会了 这个时候 重复的已经够了 开始另外一个 九个 然后这个时候 九个句子结构 是我们最后一个弄的 然后我们开始两个逻辑图了 两个逻辑图的话 我们之前讲过 然后呢 你们去下载那个四个技能的那个文章 对吧 好 两个逻辑图先给你们看一下啊 就这个 idea map 可以想出所有的小点的这个idea map 然后另外一个逻辑图就是这个啊 核心词的这个细分 这两个图 然后每一个小点 如果你是付费课的同学的话 每一个小点 什么东西导致social skill 我们课程里面都有具体讲解 说到什么程度才叫你掌握 说到你看到social skill 一分钟之内 你就不达巴的很溜的你就说 好social skill 什么导致了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搞定了 让你知道怎么去推的 我自己给你们的时间就是 记得啊 免费 就是免费课的同学的话 你就说到这一步步 就可以了 你知道idea map是什么 付费课同学idea map想要点怎么退过来的 十分钟之内说完 就可以了 我不管你练几遍啊 然后紧接着就是 十五组ABC次组 句子结构我们最后学 十五组ABC次组 我跟你说三个结构我就学两天 两个逻辑图集中性练 你就练两到三天 十五组ABC的话 你们也就是学六到七天的样子 背道什么样子 背道你跟我十五组ABC 百分之九十是一样的 同学咱都十五组了 你还要怎么样 之前五十组 我给你们说到十五组 这要是再不开心 我也无语了 懂了吗 十五组基本跟我们一样的 然后免费七天课里面 都是可以下载的 慌张什么 对吧 然后呢 然后你们记得 所有这些这三个 去背诵重复的时候 都是这样 少量多重复 比如说我说 十五组你给它分成五堆 每一堆是三个 同学你一天就背三组ABC次组 加起来也就是十行到十五行的样子 你要早中晚你可以找七个时间点 你再把它再去分 你一个时间点就背两行 第二个时间点出现 重复前面两行 再背新的两行 principle你要懂 principle就是上面这个 挺好啊 这个principle你们一定要清楚 就上面这个图 看好了吗 你脑子里面的勾勾 我们现在脑里面是没勾勾的 好我们现在学一个新的skill了 这个勾勾是不是走一遍 如果听好 我在坐着一个小时 背六十个单词 我所有是不是走了六十个勾啊 六十个勾每个走一遍 很浅 你今天就一个小时没时间了 好 然后明天早上起来说懵逼了 勾勾又没了 懂了吗 但是如果你这样 我六十个单词吧 我今天说好 我六十个单词 今天就来二十个 我早上说就来三个 这三个就走三个勾 但我这三个勾每个都走了十遍 我到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 我这三个勾 为了让它不萎缩 你不走就萎缩了你知道吗 为了让它不萎缩 我再走一遍 然后再来新的三个词 然后再去走这三个新的勾 能明白吗 你一定要记得 背单词就是在走勾勾 如果你不复习 你的勾勾就没了 勾勾就没了 你就很傻了 就不聪慧了 所以让你聪慧的方法 就是多走这个勾勾 能明白了吗 然后你就会想 哎 怎么样我可以让这个勾勾 多走呢 那很简单嘛 你今天一下被六十个词 上哪儿多走去啊 对不对 除非你说六十个词 你今天能够重复二十遍 那可以了 多走了 怎么可能啊 蒙蔽了 心里目的就不在那边了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好 讲完这个啊 怎么样用在雅思写作里面 但我知道你们最近考final啊 我给学生写了多少个 我上礼拜给你们写了多少个outline了 然后挺好啊 写final啊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 我自己一千五百字一般是三四天写完 五千字的话一般是一周的时间写完 加起来就是两周的时间 如果你一千五百字的文章 花了四天以上了 没有必要 final就是为了考过 或者是me team对吗 挺好啊 你永远都是拿了final的时候 拿到老师的那个题目之后的话 和老师去讨论要求 弄明白了 看懂了题 然后就是从你的 我这个写文章的方式不一样 你要听我的啊 你要去找你的booklist后面的reference list 老师推荐的所有东西 你都会读一下 这个时候你再去确定outline 你不要看完了题目就够确定outline 为什么 因为reference越多的文章越好写 reference越少的文章越难写 懂了吧 好 确定outline之后 你现在是不是要找 要关键点在这儿 cheat 你要找一个类似结构的文章 比如说这篇文章 今天有个学生说 要写一个literature review 那你就随便查一个你感兴趣的topic literature review是怎么写的 整个的结构你copy一下 放在你现在一个新的文章里面就可以了 紧接着就是 根据你这outline去写了 能明白我说意思吗 写完之后的话最主要一个步骤 请你们花点钱去找一个文书批改机构去改 为什么 第一可以节省你至少48小时的时间 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 你没有办法保证你的表达是很flow的 会影响你最终的分数的 你如果你是因为表达没过的话 同学你亏死了 没过你交多少钱 对不对 很practical的问题 我教你们都是最practical 第二 你觉得一篇论文值得你花48小时去review吗 不值得吧 那还不如去花点钱对吗 去去 就也可以让你生活 你可以用写论文的时间去过更美好的生活 去复习亚思 或者说写论文的时间我去 比如说原本你两周写一篇论文 现在四天按我的方法写完了 那好那你就是去干别的了对吧 你可以去参加更多社会活动 我觉得出国的目的真的是为了接触文化 然后你记得这个也是实行Google的策略 挺好啊 查reference说就不要写 写outline说不要干别的 真正去写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再去查reference了 不要multitask 也就是说不要去multitask一个sku 不同的sku 每次集中在一个sku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今天跟你分享了 分享完了 想知道训练 最近朋友圈火了 朋友圈爆了 最近问我训练的事 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只是最近进度不错 下礼拜再说吧 好吧 下礼拜如果进度好一点我们再说 最近来了新的学生 我不能总是讲训练 然后 但是 那个 听好那个测验小问题啊 明天如果有四个小时 怎么样去调整你的复习去做什么 这种小问题 然后呢 如果你们还是想了解训练啊 那个可以留一些问题吧 然后 我最近在补我那个nutrition therapist的课 你们不是都知道在学nutrition therapist吗 然后那个课拉了一个月没上 我下周开始上课 所以下周我们可能每天都会有关于nutrition的文章 发在微信公众号 随便发一发 然后 下下周 或者下下下周吧 我就会做一个 关于 营养的 微信公众号 因为 我要是没有人看着我啊 我就不会念书 不会念书就避不了夜 实际上就是我希望你们帮我一把 让我避了夜 所以以后我们的daily lesson 下下周开始 daily lesson是一天一节 叫你怎么吃饭的 一天有一节是雅思的 但是在不同的平台 这样互相不要打扰 然后这样的话 你们也可以好好念书 雅思考过了之后的话 也可以学一学怎么样去吃饭 嗯 然后今天周日的课真的是有点晚了 但是还是要祝你们周日愉快 我希望你们现在都已经睡觉了 如果你是周一早上起来听到这节课的话 周一早上听到这节课怎么办呢 你就是今天可以动力满满的去去学习 新的同学记得去注册那个七天的免费课 好听好啊 网址是kiss kiss.com kiss.com 能明白 然后这不是首页吗 怎么会有人不知道怎么注册 我说首页点击注册七天课 这不就注册了 然后你就点这个take the course 免费的order就可以了 这15组ABC课给我好好去看 然后这15组ABC词组 两个小时我们上次做一个直播课 里面所有的15组ABC下载都有 然后警戒人每一节课好好看 然后后面有阅读 然后有听力 有口语 还有一些什么 然后有些同学对付费课程感兴趣的话 付费课程就有很多 具体就不讲了吧 但是我要跟你说我新更新的这个课 特别棒 就是30天怎么考写作七分的这个课 然后呢 这里面就是我30天干的活 看看30天干那么多活呢 就是真的 我真的是 这100个预测题 我真的都写了 然后所有的预测题 60%的题有完整的范文 其他题都是讲了逻辑 而且特别特别好 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我录的我真的觉得最好一节课 然后 然后有这类的Task1 还有Ali的Task1 如果你对课程感兴趣的话 微信公众号 关注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是 我给你写个 好 微信公众号是 亚斯林 大写的L 小写的YNN 然后如果你对付费课感兴趣 你回复付费课程 注册免费课程的话 是到KISSIELTS.com 首页 我们把链接给你放YouTube下面了 点击7天免费课就可以了 不要在你没有看免费课的时候 就买付费课 一定要先看好免费课 知道方法怎么样了 我们都是推荐 关注YouTube 已经关注了一个月的学生 再考虑上付费课 有的人免费课直接都过了 不希望去让你们选错课 浪费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对吧 但是要分享一下我的微信公主号 和YouTube频道 因为这是我最大的乐趣啊 好 我们今天这节课讲完了 然后我们308是讲那个 最近的 最近一周308的时候 我们会讲真题 309的时候 周三的时候我们讲 这周跟你们先说一下 周一的时候真题可能来不及了 周二讲真题 周三的时候我们讲口语 周四的时候我们要讲 11月和12月份的预测题 特别特别重要 认真听 然后到了周五的时候 我们之前小金的那个 一个小时的经验分享 就一个月怎么提高1.5分的那个 然后最后两周怎么阅读 考到8分 6.5考到8 那个经验分享你们都是要听 然后我会给你们编辑一下 放那个 让我们这一周就过去了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 着急想听的可以告诉我 周日的时候就 你们就可以帮我 周日我们跑题就发跟吃饭相关的 可以分享我那个cutting的经验 就减肥的经验 好了 然后今天就周末愉快好好睡觉 明天可以动力满满的复习